水灯節的晚上我和時間競賽 車一路走一路看見前面放著煙花 但走車緩慢不止就塞車 走著停著走著停著 哎呀這麼慢 去到河邊會不會沒有煙花看的 唉隨緣是吧 收尾給大家好 又是渦中烏虎維聰 現時正是11月8日水灯節的晚上 自身於十漢達史的天橋下面 後面見到很多人賣水灯 一次沒有人放水灯 究竟今年賣水灯和以往的有什麼分別呢 看看今年的這些水灯 咦喂 很有創意 這些是可以給魚魚吃的水灯 什麼造型都有 還有鱷魚 又有龍 咦似乎我也能吃 哈哈 好再看看前面先 前面這些是較為傳統的水灯 也就是稱為不環保的水灯 但這些呢 咦 又是環保水灯可以給魚魚吃的 這些是龜水灯 哈哈哈哈 你看看 今年水灯的款 比之前 有趣很多 會不會有機會撞到蒙面超人 或者是這個 涵蛋超人的水灯呢 這些是較為傳統的 咦 對面 有 孔爵 有一個孔爵水灯 看看才行 孔爵水灯 這些又不太環保的 因為有些花在這裡 但這些呢 聲稱就是用這些 粟米的材料去做的 喂 這條漂亮 這條 很棒啊 簡直推陳 推陳 推陳 出新 這個也很漂亮 簡直是手工藝品 又看看前面 120匹 這些款都相當有趣 好 再向前看 水灯節的晚上 每個人都出來 買水燈 放水燈 還未出現我 夢想之中的蒙面超人水燈 喂 但這個又夠可愛 究竟這個呢 可以給魚吃的水燈 人吃不吃得呢 又好不好吃呢 我給了錢的 80匹 試一試先 沒什麼味道 都難吃的 都難吃的 吃下去會很近餐 但魚吃就沒有問題了 感覺很獨特 算了 我拿去給魚吃那個 大家都感覺到相當有趣 咦 拍什麼 喂 原來 它是用了一些彩票 來做水燈的 但這個又不環保 是紙來的 有創意但不環保 荷花水燈 是蓮花水燈才對 嘩 又是這個祝你好運的服務 幾年前 我曾經在河邊拍過 那就是說 那些人用一些竹 又幫你把水燈 弄到河裡 祝你好運 這樣說一下 這個服務 又有很多年了 連連在十肯達史 這個天橋下面 都有這個服務 那麼 今年這個價錢 有沒有貴到呢 好像沒有什麼貴到 祝你好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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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了 咦 一下去又拿上來 這些只是一個象徵式 難道是 有得飄雷過對面河嗎 但是最不努力的 就是一放下去馬上反了 或者那個蠟燭熄了 那就是不努力了 這個也算是幸運 可以浮一下浮一下 都去得幾遠 而且蠟燭熄了 真是幸運 我記得有個朋友 跟我說 早幾年在Icon試驗 那裡試過放水燈 一下去反 哎 真是幸運 大家來試 喂 都很熱鬧 而且都很多外國人來參與 來玩這個水燈節的活動 水燈節應該開開心心的 但是那不是很多垃圾咯 放心 早上有人會來清理的 有人會來收拾的 放心 不會過明天的 其實 一年一度 又令到這裡一些工作人員 一些小販人 多一些生意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嘩 想著走之際 但是突然聽到燒煙花的聲音 馬上走去看 嘩 好棒啊 好燦爛啊 各位觀眾 其實 原來今天晚上 一眾的河邊酒店 都安排了燒煙花 是一眾的 不是一間 這間放完 等一會 又到另一間 剛才搭的士的時候 失了一輪 原來就是某間河邊酒店放 放完之後 沒有多久 現在放的 應該就是 Icon 試飲 Icon 試飲 門外 又不是 對出 放煙花 嘩 好燦爛啊 旁邊聽到有個香港朋友 說 哎呀 我好多年沒有看過煙花 我可以告訴你 我一年都看過很多次煙花 因為泰國曼谷 河邊一眾的酒店 經常放煙花 我家裡 寧遠都見到 河邊放煙花的景 但當然沒有現在 看到它這麼精彩 咦 那邊放煙花 又到另一邊 這邊不是A3T那邊 對呀 A3T那邊又放著 嘩 此起彼落 嘩 簡直離譜了 左右逢完 這邊放完 那邊放 剛才那邊放了 五分多鐘 這裡又有放 嘩 影真厲害 還有哪邊會放呢 以為放完 怎料上到BTS站 又聽到聲音 哪邊 知不是Four Season酒店 和Kapana酒店那邊 嘩 又有得放 對呀 都說左右逢完 逐邊逢邊放 逐間逐間 逐間逐間 慢慢放 其實呢 它基本上都放了五六分鐘 為甚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等BTS等了五六分鐘 等下等下 咦還沒放完 又再看看 又再拍過 嘩